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不是狂人啊 普丁现在已经变疯子了 打仗打到连老百姓都杀 对不对 草菅人命 连核子发电厂 核能发电厂都攻击 所以大家已经猜不定 他下一步到底要做什么 那这些西方国家 欧美大国 投鼠忌器啊 不想惹祸上升 那普丁也看准这一点啊 你们不想惹祸上升啊 所以你们不敢派兵来参与 所以普丁就愚屈愚求 行不行按他走 他就按他走 所以变成是一个很大的不定数 下一步他想做什么 大家猜不透 上礼拜五道琼最多跌540点 缩盘跌179点 其实还好啊 才0.5%而已 纳达克跌1.6% 非诚报到底跌2.4% 台子企业盘跌107点 也都还好 那欧洲没办法 地缘政治的关系 德国 英国 法国 德国跌幅都到4% 那台北股市今天怕死了 大家怕怕死了 路五百五十七点 跌了五百五七点 今天一开盘 开低154点 也还好 可是恐慌心理作税 原本不想杀股票的 看到行情跌成这样子 怕怕死 大家勾票 不管好股坏股 全部都杀出来 你看今天成交量 四千五百七十九亿 我跟大家讲过 上涨怕什么 怕没量 行情要去 没量 就去不去 那航行下跌怕什么 航行下跌怕带量 一带量的下沙 代表恐慌卖压出来 大家怕到 股票抬抬抬 所以今天跌了五百五十七点 三点一趴 OTC跌了三点九趴 你看今天上市的部分 四十八均去而已 九百一十二加下跌 十五加平盘 所以今天几乎是全军覆没 你看指数跌到三点一趴 这是去年五月 台湾疫情爆发 急跌了两天 之后单日跌最多的一天 那外资间卖了八百二十二亿 外资也很恶势 现在普丁在全力炮轰乌克兰 对不对 外资趁机全力炮轰台股 真恶势 日本间也跌了2.9% 韩国也跌了2.2% 那外资一直都是这样 打落水狗 好的时候拼命追高 那行情有问题的时候 他都拼命打低 打到让你受不了 今天危机路是敢不敢 一定不敢的啦 看着行情削成这样 谁敢 对不对 可是有些股票如果涨高的 还在管店 甚至于业绩很烂的 那个卖就卖了啦 那个本来就不建议大家做嘛 对不对 管的股票跟着买的 早就该卖了 早就不该参与了 可是如果股价已经很低 在低档区 又是赚大钱 有时候行情忍一下就过去了 你看去年5月份 疫情爆发的时候 从1.8000跌到多少 跌到1.5000 事情喝一个多 是不是又上来1.8000了 前年疫情爆发的时候 1.1000跌到8000 事情喝多了 是不是又上来1.5000了 所以有时候事情发生之后 行情跌深了 好公司你不够就好了 你如果说业绩很烂的 股价很高的 那当然要避开啊 那已经元术都涉得很低 还贪大钱 那个风险不大的时候 人一下子它相对会抗跌 事情过后上来就会很快 所以你不够购买台 有些高档股票卖掉应该 底部的股票卖去买台 忍一下过去就好了 那其实仗打起来 也不是全军覆没的盘嘛 对不对 还是有很多好的标的 大盘部分过年后 第一天我就说过了 二月区间震荡 讲完之后果然区间震荡 那原本守住了 今天突然一根长黑棒打下来 来到年线 年线守住守不住 明天就知道了 因为已经破到前一个低点来了 这个地方我觉得 你更应该回到个股来看 不要一视同仁 有的股票已经很够 尤其贪大钱 平平春六倍七倍 那射到射没得对打去 你就不够去买台贡了 到时候起来很快 那这次仗打了之后 你看油价飙翻天了 对不对 上个礼拜油价来到107 两个星期间又八十几块 上礼拜三 礼拜二来到107 上礼拜五来到114 哇今天一口气 一天而已涨了十块美金 那油价这样飙 你看美国的石油公司 艾克森美孚 美国股市跌 艾克森美孚大涨 天然气的哈利波顿也大涨 雪佛龙也大涨 所以教理说 塑膠股应该是受贿 结果塑膠股今天也是跌 塑膠股今天也是跌 为什么没量 今天塑膠股成交量 基本上只有一%而已 有钱就有行情 没有钱就丹机会 所以可见得 在恐慌之余 大家什么股票都抬 照理讲 油价飙成那样子 美国的石油股飙成那样子 台湾的塑膠股 应该是要起来的 所以你看今天塑膠股的下跌 可见得 大家恐慌心里作税 什么股票全部都杀 好股坏股 管它利多利空都抬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很容易超跌 很容易跌过头 所以说你们好欧北台 回到个股 记下心来看 到底这个股票是受贿还是不好 到底是很低 还是已经过高 你看昨天上礼拜五 美国股市大跌的时候 除了石油股强以外 还有什么 钢铁股很强 美国铝业大涨9.3% 美国钢铁大涨了1.9% 将近2% 你看美国绿业我也给大家看过 对5块美金 表到85块15倍了 上礼拜 就光是最近三个月 就飙了快一倍了 上礼拜有 又创新高 美国的铁股也飙半天了 也飙半天了 光是三个月时间就飙了一倍了 超级了 已经超过一倍了 美国钢铁最近一个半月飙了57% 上礼拜五已经飙到31.5% 一个半月时间飙了75% 结果我们钢铁股比较强 我们今天听过不错 可是我数量很多 还数人家很多 你看人家都已经飙了一倍了 才一个多月时间而已 金属价格也全部大涨 你看上礼拜二 铝大涨 已经涨1.4倍了 礼拜四涨更高 三千五已经涨了 礼拜四又大涨4.2% 上礼拜五再涨3.7% 铝价已经怎么样 已经是创历史新高了 铝价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上礼拜二涅涨3.6% 2万5 到礼拜四的时候又涨4.1% 2万7了 上礼拜五大涨7% 铝大涨7% 已经2万9了 所以不怪 美国的梯子还会变成这样 今天台湾钢铁股 是最强的焦点 可是还不够 我们这波钢铁股 大概涨幅都大概两成 好的两成啊 那有些只有十几%而已 人家美国都弃整倍了 美国涨的一倍多了 今天大成钢小跌五毛钱 五毛钱其实 它漏五百几点 还漏五百 然后不时翻红 这已经是很抗跌了啦 草双钢铁股 但今天还是有人卖 没的就没的啊 也没有规定说 股票赚钱不能卖嘛 对不对 你看这一波 大成钢 我在那隔年已经开始说了 国内最大铝铁的制造商 美国最大铝铁的经销商 我们四十四块 下年已经开始说了 下年完之后 卖赚就开始买了 当时也没有战争的发生啊 然后一路飙上来 二十几% 最多起到五十六块三 二十七% 起到那里七% 卖赚钱要走都没关系啦 不然整人说卖赚钱都不可以走嘛 是不是 那也不可能 也不要想说 我要买的最关键 可是我觉得大成钢 你如果没买也没关系啦 要怕啦 我们四十四毫无的 最近很强啊 你看这段时间 你看这段时间 大盘是整个下来的 从过完年之后 大盘是从一万八千三 跌到今天 一万七千一 落一千两百点 落一千两百点 大成钢这样起已经很厉害了 那我个人是认为 你如果没买也没关系啦 我认为大成钢 后面会再起 因为履烈报价 都已经创高了 在第一季 大成钢的业绩会相当好 尤其 它库存的存货 那个溢价的利润 那个没办法估计 我在估财报很准啊 可是库存的溢价 那个没办法估 我只能跟你讲 大成钢 第一季财报 会很重跌 要快賺了十几% 就不用怕它 就够够够够够 够够够够够够 比特币也是这一波 受惠的族群 所以你看比特币概念股 如果华确 这波很重跌 并比到六倍而已 对 到上个礼拜 我都还在涨 但今天 遇到全球大跌 遇到台北股市 跌那么多 那六十二块 沒關係 那并比到六倍而已 华确后面财报 发布完之后 包含股息配发出来 都是相当 振奋人心的数字 所以超级股票 不要去欲白台 不要去欲白台 都真凶的股票 季佳咱古尼 八十块钱 做了一大波 两个月时间而已 飙到一百六几块钱 我们最后在一百五十五卖出 两个多月时间 季佳我们赚了快一倍 那我上个礼拜给大家看过 季佳时间周期 三十一天 三十二天 三十三天 终于环穿时间 古尼大概贪两个股份 那如果配息 配原本的去年的七十二%来算的话 资利率10%跌的 所以季佳 上个礼拜很强跌 上个礼拜季佳都还很强 那今天被压下来了 今天被压下来了 没得多 今天几乎什么都跌 可是这种股票相对的 你看这段时间以来 已经是最强的股票了 已经是最强的股票了 高档没出量 底部爆大量 代表主力没有跑 所以这种股票 有的等于比较七倍而已 到时候配息出来 资利率高达10%以上 你就不要去博白台 注意它底部的反转讯号 注意底部的一个表现 今年业绩继续成长50% 所以说像这种好公司 你又不用怕他嘛 是不是 那如果是高档的 高本益比的 当然走就该买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地方回到个股来看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优质的股票 今天航运股也跟着被杀 今天长龙落5% 扬明落5% 今天长龙扬明是开高盘的 对开关 打得变落5% 扬明也是 找盘开盘开高被打下来 有什么这样 当冲 今天航运股占成交量26% 当冲大军在航运股 当冲大军在航运股 有好有坏 好它会冲很高 不好的时候 买进认赔买进认赔买进认赔 再去趴就趴趴死了 首先航运股 常龙扬明 会变成收盘跌5% 就是因为当冲 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那我跟大家讲过 仗打起来 货贵轮 是大力多 你看日本股市大跌 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日经跌了591点 日本三大海运股 游船继续涨 创历史新高 今天游船又大涨 今天游船又大涨 继续创历史新高 今天又继续大气 你看川崎 上礼拜是大气 游船这一张 今天是这张 上礼拜五日经跌519点 它涨1.36% 创历史新高 今天日经跌764点 游船继续涨 继续创历史新高 继续表 三井 上礼拜五日经6191点 它大气 创历史新高 今天日经指数跌更多 它反而涨更凶 继续创历史新高 川崎上礼拜是大气 今天一样继续创历史新高 涨2.9% 所以可见得海运股 是受惠这一次打仗的利多 日本三大海运股飙翻了 南韩的我也给大家看过 2月份南韩现代商船 表52% 上礼拜是大涨6% 上礼拜五一天表18% 只有一个时间表78% 所以海运股很凶低 那今天长隆阳明被帮冲冲冲下来 没关系 当然你如果没的也没关系 这波涨上来都涨了50几%了 你赚钱跑都无所谓 没有规定说赚钱不能跑 你如果没走也不用怕 上礼拜五长隆 上礼拜五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上礼拜五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是大拨 我这次在过年前 3333 时间算好给你们看 从地步开始 长隆一路标 最多标到171 55% 那都55%了 你如果贪要走 OK 不走也不用怕 因为日本现在海运股全部都创历史新高了 对不对 长隆阳明历史高在那200几块 那现在才105 100里 没什么太好怕 你看我前面这一波 去年10月份 长隆90.7买的 两个月时间64% 那这两波下来 64%的55% 那两段加起来贪一波 所以短线那种震荡 所以短线那种震荡 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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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明 去年87块 10月87块钱买的 两个月时间赚51% 那这一波 95元白起来 44% 那两波加起来贪一波 那这三小切一波 不快 你让长隆阳明 放心 你会怕 来找林合院 来找我 我们到底哪做 本位比都只有两倍三倍 直立率都有那么高 我跟大家讲过 三月主流话题 年报跟配息 这两个是主轴 国际地缘政治的关系乱象 影响只是短暂而已 最终还是会回归 整个行情 原有的趋势 跟原有的话题 所以你找贪大钱的股票 要不要去队贯 要不要去做 找赚大钱底部的 后来你放什么购 你看莲勇 我们去年三百千 做一波起来 五百万一遍 都要挽头回来 十二个的时候 五百三十五没掉 贪五十八 没掉了 这遍又六百了 从五百三十五回到四百四 我上星期就拿钱 莲勇要注意 我们是从底部开始买上来 对 从底部开始买上来 上星期起来四百六 四百八 四百八十五 对 是不是一样又是底部 赚大钱的个股 那今天压下来 今天七百 买点在哪里 像这种赚大钱的个股 本来比都只有六倍七倍 尤其配高股息 子利率都达十%以上 这六百你就放什么去 反正你就不要去队 养成买底部 赚大钱的股票 不要去队贯 给他时间 三十五十五十 还是很稳定的 我带你进 我会带你出 不要来找我 我们到底要来做 今段浑告 小组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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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老师的脚步 就能迈上财富成长之路 力气来电 02 239 239 88 02 239 239 88 华信投雇 华信投雇 02 239 02 239 239 239 欢迎回到现场 欢迎回到现场 不要去队贯 每天都提醒你 不要队贯 找底部的GEO谷购 我带你进我也带你出 我带你进我也带你出 你看联发科 我们今年在八百十五 押回一千又买 然后一千一卖掉 卖掉之后我就说 去管啊 我不要再堆了 你看联发科 现在 下到哪里去了 又像九百几块了 所以你追高 自然风险就很大 对不对 低买就会比较安全 你看国具 我们今年四百块没的 我当时我也讲啦 四百块钱买你不会吃亏 挖到五百三三 没掉 卖掉之后我就说 国具我不再碰了 因为有点问题 你看是不是从五百三三 现在下到线四十二 所以 起关就不要再去堆了 今天台积电跌了十九块钱 外资真的有夭壮的 你看家年金的时候 一家人花一千块 起到六百几块 落到半人花一千块 我当时就讲 真的吗 敢有那个空间 结果现在台积电 外资每天卖的比多的 但一家就在花一千 然后现在是每天卖 越卖越多越卖越多 所以说你不要信外资的啦 我觉得联电比较可惜 联电当时我提醒你 套牢解不开 要快闪开 那这次联电相对 已经开始慢慢守稳了 可是大盘不稳 大盘不稳 联电在家打电 我觉得比较可惜一点 连续五个月营收 创历史新高 这个在所有上市会公司里面 应该没有一家有办法 尤其二月两个礼拜的过年 它营收一样创历史新高 虽然我就用勾批 我个人觉得你要买的话OK 首个停损在外面 不对三%四%给他 对 反省会面站起来 就很可观 我今天日月光是停损啦 原本101 102买 那今天停损点挂在98块钱 不对不对 两块三块给他 没关系 我们钱老的对会面再来 等稳了之后我们再来 旺宏反而今天是最强的 对 旺宏反而今天是最强最稳的 那也会对DABLE做起来啊 对不对 我们是底部做上来的啊 对DABLE买起来的啊 我还是今天还在继续加码旺宏 我继续加码旺宏 那当然起管了 已经起了30% 我就没机会再去堆 还有几档底部的股票 我没时间讲啦 我没有时间讲 你看新复发 那也加年成本的 我们在礼拜会的时候 新复发 我们先卖了一次 50.5 卖50.5 今天就掉下来了 我再找底部的股票给你买 跟上您的脚步 最后祝您操作顺利 下来 是 准备 再 сп